这把又是黄义之主 在这张地图看一下 上一把呢 这个因为网络的一个问题啊 屠夫是遗憾的被散跑了 这一把不知道这个黄义会怎么样 上来找到的是条相师 看了一眼不想抓 不好意思前面是个小美男 美男是个佣兵 美男子 这个就是一个那个男二号 这一把是正好两男两女对吧 男一号跟男二号 还有女一号跟女二号 这这这这这这这是什么情况 两个人插肩而过 然后黄义回手捅了一刀 就是说好的对吧 两个人只是插肩而过 但是黄义背后捅了一刀 这个咒术师都没看懂 这点位前面放个触手 可能要倒 再躲触手 一边 刚好被卡住啊 这个触手放的还挺可以的 今天解说的有点久了 这嗓子有点不行了 来这边挂上 那这个基本上就没做挣扎 基本上就倒了对吧 被人背后拿了一刀 然后空军的电击还被管住了 这空军这里要走啊 第一波让谁救呢 理论上面来讲 空军在附近肯定就空军救了 但是这个时候 黄义要的就最好 就赶紧打一刀 你赶紧救 不管是双倒还不双倒 哎这里一边 他没打前面那边 呃 这里开一枪 我感觉这一波防守防的稀烂啊 对吧 这一波 这个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就这一波防守就没看懂 怎么会打成这样子 很好打的一波防守吧 非要去就感觉就是 刻意的躲枪躲枪 然后最后 啥都没捞到 这里还让这个咒术师溜起来了 咒术师这里 要放狗子 再咬咒术 没咬住 板子一下 咬住了 好这块板子一下咬住了 那这里千万不能靠近啊 一靠近就是吃骨 蓄力 哎呦 这个咕 还好 是没交出来啊 这里蓄力一刀 然后放一根触手 这根触手应该是去干扰佣兵 好像有一台是在跑过去的 有一台是心机 空军这一台 我们看一下啊 有什么时候能点掉 这不能看到电击的一个进度 还是不太好判断的 我们看一下空军 最后台是在墓地 这里救下来之后 因为是有一个四成的咕 这一边没打中 那这把 可能又防不下来了 他这里可以把这触手拆掉 一边打中了 哎 这赶紧救 救下来 救 咦 他中间是打了一刀 好这里全面来挡 全面来挡 一边没打中 这一刀也没打中 哇 感觉我们有第三局可以看了 这把瓶好像保不了了 空军还在修机 空军还在奋力修机 真把估计要删除 估计要删除 因为这咒术师手上有四个咕 手上有四个咕 他这里去追佣兵 那么所有人往后门靠 佣兵手上还有四个护臂 对不对 就佣兵和咒术都不太好追了 哎 这里放个狗 你这狗一放 你就想把这佣兵打倒了 你挂上那边门也快开了 而且佣兵还有护臂 护臂又好了 再往前一蹦 哎呦我的妈 留一个留一个 那留一个的时候 双方在第二局打平 因为这个boy是玩那个约瑟夫的 主玩约瑟夫的时候 所以他的黄衣确实没有打得那么的流畅 看得出来还是有一点点